受访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几处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王凯峰 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李真玉 近日悉尼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在柳叶刀风湿病学发表最新研究 综合了30年来世界各地约500项研究数据发现 如果我们能够解决好导致腰痛的三个主要风险因素 肥胖吸烟和工作时的不良姿势久坐久站或用力不当 就可以将腰痛的疾病负担减少近四成38.8% 参与这项研究的悉尼大学教授费雷拉指出 1990年至2020年间近25%的腰痛健康寿命损失年 归因于工作中不当的姿势 包括长时间坐着或站立 经常弯腰或举重物姿势不当 吸烟和肥胖引起的腰痛健康寿命损失年 分别占12.5%和11.5% 腰痛是全球生产力损失的首要原因 也是126个国家健康寿命损失的头号杀手 全球致残首因 最近10年 腰痛在全球的患病数量一直呈上升趋势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统计 2017年 全球腰痛病例数量已超过5亿 2020年 腰痛病例增加到6.19亿 今年5月 有夜刀 风湿病学 刊登一项研究 根据204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推测 到2050年 由于人口增加 和人口老龄化发展 全球腰痛病例总数 预计将增加36.4% 将有超过8.43亿人 受到腰痛的困扰 在我国 80%的人一生中曾遭遇腰痛 患病率仅次于感冒 45岁及以上人群 腰痛患病率为18% 其中65至69岁人群患病率最高 腰痛是指身体背部从第12肋骨下缘 至臀皱臂之间出现的疼痛 伴有或不伴有一侧或双下之疼痛 持续一天或更长时间 虽然大多数腰痛是短暂的 在疼痛的6周内就会恢复 但三分之一的疼痛会复发 并可能持续数年 让腰痛的危害和经济负担大大增加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王凯峰 告诉《环球时报》健康客户端记者 腰痛受多种因素影响 比如腰背组织病变 锥肩盘原性腰痛 肌肉原性腰痛 神经原性腰痛 先天性疾患 骨关节疾病 带息性疾病 外伤 炎症 肿瘤 临近组织器官病变 女性怀孕及产后等 此次锡盐就告诉我们 改变以下三个因素 就能改变腰痛 对人及整个社会的影响 锡盐 以前研究认为 锡盐与脊柱结构 例如锥肩盘和关节 微循环改变有关 可造成局部缺血 使肌肉 韧带 软组织 腰椎肩盘 神经的血供下降 导致骨骼衰弱 进而引起腰痛 也有研究指出 锡盐者通常扮有 其他不良生活方式 如缺乏身体活动 睡眠质量差等 这些也与腰痛风险增加有关 肥胖 肥胖会增加脊柱负重 不论做任何动作 都容易使脊柱结构受损 导致腰痛 而且 大部分肥胖者缺少运动 背部肌肉力量小 肌肉对腰椎肩盘的保护较弱 两个因素叠加 增加了腰痛风险 工作中 久坐久站 或姿势不当 久坐会造成 腰部内在肌群 长期处于紧绷状态 诱发肌肉静卵 产生韧带炎症 导致腰痛 久站会使腰部肌群 长时间收缩 导致腰肌劳损 引发肌肉静卵 产生腰痛 此外 如果突然增加较大的负重 腰背肌肉力量 又不强的话 会增加腰椎损伤的概率 研究显示 久坐会使腰椎肩盘内压 增加三四成 如果前倾久坐 腰椎肩盘内压会增加八成 直立搬重物时 椎肩盘的内压力 约增加1.3倍 如果身体前倾弯腰搬重物 腰椎肩盘承受的内压 会猛增3.6倍 以上使唤腰部内压增加的动作 都要少做或不做 如何保护腰部 避免腰痛 专家也给出以下五点建议 不久坐 不久站 需要长期服按工作或学习的人 建议每30至60分钟 起身活动一下 或做简单拉伸 坐姿 站姿 一定要端正 不要身体前倾 后仰 敲二郎腿 或鞋椅在椅子扶手上 体重不超重 把体重控制在正常范围 对减轻腰部负担 保持骨骼健康至关重要 平时还要注意吃动平衡 多吃蔬菜和全骨物 合理补充钙和维生素地 避免长时间弯腰 弯腰会导致腰部肌肉 以及韧带软组织出现损伤 长时间会形成无菌性炎症 如果要搬一重物 一定不要前倾大弯腰 正确的做法是 上身保持正直 屈膝下蹲 尽量靠近物体 双手抱住重物后 保持上身直立 并起身站立 尽量少负重 王凯峰提醒年轻人 如果腰部力量不足 不要突然过多 过强锻炼腰部 此外 孕妇和新手妈妈 患腰痛很常见 在怀孕期 女性腰部韧带会变松弛 分娩后 女性激素水平波动大 都会导致骨密度下降 和韧带松弛 再加上弯腰抱孩子负重多 导致腰痛 建议女性怀孕之前 适当增加腰背肌肉锻炼 怀孕期可适度走路 分娩后 可根据身体恢复状况 做一些腰部训练 坚持锻炼肌肉 为避免腰痛 平时要增加肌肉锻炼 可以练习导着走 游泳 散步 慢跑 平板支撑 小燕飞 俯卧 双手双脚向上伸展抬高 保持几秒后放下 五点支撑法 仰卧 以头部 双肩 双脚作为支撑 缓慢把腹部抬起来 形成一个拱桥 维持几秒后放下 都是不错的选择 卧具过硬过软也不好 床上铺3至5厘米的床垫即可 保证侧卧时脊柱与床板平行 天气变冷时要注意保暖 如果要搬移重物或用腰较多时 可以带上护腰 加强外部支撑 但也不能一直带 会导致肌肉萎缩 诈